能看见耶稣 释迦牟尼佛等等 可以啊 他不是闭眼 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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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徒弟有时候肉眼也看到啊 有一个开计程车 我记得大家一边开计程车 一边看阿弥陀佛的境界啊 就不应该闭眼睛才看得到 就是刚开始修行啊 不是我们修行啊 那个要修行的时候 就眼睛闭起来 比较不会看到乱动的东西 如果你被师父带着上来 很快的时候 肉眼也来不及关啊 来不及闭 还是会看得到 不是每次都开闭眼睛才看得到 他们有时候眼睛睁开着 还看到师父化身到他的房子那边去 这个不一定每次都闭眼睛 就是师父教你们打桌方法 是这个样子 不过有时候不打桌也看到 反而有时候打桌看不到 我们看上帝的意思嘛 他要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过我们本分打桌就是闭眼睛 不过有时候眼睛也被网上去 也不闭了 有时候他把我们眼睛开 睁开我们也没办法再闭了 谢谢师父 不客气 他不用在喜马拉雅山看到耶稣基督和佛嘛 我们土地在台湾也看到啊 有时候 不过看到这些也不算什么嘛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看到佛、菩萨、明师 或是化身也是一半路而已 是一半路而已 给我们鼓励修行 给我们帮助我们 在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时候 更高的境界的话 什么人都不用看了 自己变成给人家看的 好 自己变成境界了 不必再看境界 那个肉体不肉体 也许他这样这么说啦 有一些带肉体走啦 他也可以用自己那个神通把肉体消灭掉 不是没有 Kabi他走的时候 把他肉体带走 他把肉体变成两朵红花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他死的时候 Kabiya是印度明师刚有写 他死的时候 那两边一个是回教徒 一个是印度教徒 他们两个真的 一个是说 Kabiya就是回教徒 所以他把他那个尸体 到那个回到 回教那边去供养 然后另外印度教徒就说 Kabiya就是我们的师父 他是印度人 所以他们两个真 因为Kabiya都踏实 不过还听到了 变成两朵红花给他们两个 开棺材什么都没有 就两朵玫瑰花在里面 他说你们应该两个有爱心才对 不是为了师父事体挣扎 所以他画两朵红色的玫瑰花 丢在棺材里面给他们看 这是有啦 不是没有 不过便非每一位名师做一样的事情 像释迦牟尼佛他走也是划葬嘛 是不是 耶稣基督以我读的历史 以我看证据研究的 他就被买账在Kabiya 就是漂亮的一个印度的地方 我去过 在那边打坐了一阵子 他名字还写很明白 在那边很明白 就是以历史来讲的话 他就被盯在那边 不过以叫研究的 还证据的话 他就滑到一百二十岁 继续在印度传道 到一百二十岁才死 平常的 然后买账在那个Kashmir那里 你们要可以去看啊 现在还在那边 我有去过 他讲也许一时没有这么干脆的 不是这样啦 好吗 也许你误会一点点就不一样 OK 回去再看了 还好我有看过那几本书 如果我不看 然后不解释给你们听 你们就被误导很多 我有一个问题 要问你这个 人烧坚持事物有这必要 你如果喜欢笑你就笑嘛 这个不伤害任何人 OK 而且给一些人做生意 对那个食人有没有好处 我没有问过他 你去找一个食人 问他有没有好处 还有这个人死后呀 我们奉养呀 我们吃奉养 要奉到什么时候 我看有的是 称主赴了还在奉养 懂懂 就是因为烧顺了 烧顺 第一人有很多害怕的地方 他怕他祖宗 亡生了以后 没有人给他东西吃 就因为烧顺 很疼爱祖宗 所以想经报法 居然不能进世供养 也可以想办法 也许我供养这边 他上面会受影响 这个是烧顺的心 也不是很错啦 不过以佛教 或是别的宗教的 那个信仰的经典来说的话 食人受不到我们供养 不管是什么东西 因为释迦牟尼佛有说 有福报的人 他就去天堂了 他就不需要我们那种物质的 安藏的东西 他有业障的话 他就去地狱了 他也没有权利可以收我们贿赂 就是这样的 我不是依照自己本人的经验 就是经典也这样这么说 所以在圣经里面 天主教徒就叫人家不用拜 不用拜祖宗 也不用收烧项 不是因为叫我们不孝顺 耶稣会都是讲实话 他就说这个没用而已 他当然对他徒弟讲啦 不过他不是精致人家 后来人家讲因为圣经要短嘛 经典都弄短短 是上古文一下 你看道德经 那些这样子一段而已 懂很难懂啊 因为经典以前印很难 你们知道吗 要搁在什么 石头上面很重啊 不能简单那么那么阴费啊 然后晕走啊 所以他弄很简单 是后来变成好像命令一样 你不能笑伤 你不能拜祖宗 也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精致人家 而且告诉人家一个事实 而且告诉徒弟而已 然后也有时候徒弟都乱阴出来 阴出来给外面人看 外面人看有时候会 很误会啦 会觉得不过瘾 不过事实伤 修行的人他讲真话而已 那你相信就好 你不相信没关系 你继续拜你继续受伤 受伤你继续供嘛 就不用那么极端主来供给他 不是说他怎么样 叫你无少顺 不对 这样说就是 风水这个东西没有了 风水 因为我们不奉养 就等于没有风水了 是不是 有啊 风水就不是跟主众有关系啊 风水就是 你看那块地啊 有没有太多风 太小水 你在那个太多风 太小水的话 你就划不下去了 像我们在苗栗大江湖 就要看那个地方 风小水多 就比较舒服 风水是从那里来 你一乱改这个地方 风很大 都把你房子弄掉了 水太多也不好 都把你房子冲走 风水就是这样子啦 有一些地里是比较不错 大概有一种气氛啊 然后如果我们相信了 将近我们那个相信的心进来的话 我们那个 那个 信心是万法共的祝母 你不知道我们 怎么样 释迦牟尼佛说 一切为信照 万法为信照 我们那个相信了 已经百分之八十成功了 告诉你 所以那个地里是说 这个地里很好 怎么样 你就相信他 因为他有名 也许他有一点神通 你就相信他 然后他这个人也很好意 很好意 认为这个地里很好 然后两个都同意 两个都好意 都一定会成功一点了啦 这个地里风水是有不是没有 不过你要供奉主众的话 继续供没有关系啦 这个我不静止 我也不说说很坏 不过你们孝顺的心 可以表达出来 用那种方式也好 最好孝顺就是修官令法门 把他们祖宗都解开啦 这样子 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老是觉得啊 我老是觉得啊 老天对我们中国人 太不公平了 老天 为什么你觉得这样 对我们那些很多灾难啊 好像印度一样 很多灾难 然后这样子 回教徒啊 送给他们这么多的石油 他们这个生活这样的满 这样的美满啊 嗯